这条外国女人一觉醒来 竟然说起了中文 丈夫认为她肯定是生病了 想带她去医院做一个360度检查 结果女人认为丈夫要家暴自己 直接干破了丈夫的脑袋 夫妻二人立马都报了警 女警赶到现场后 二话不说就把男人给靠了起来 毕竟女人何苦为男女人呢 男人被带到外面之后 妻子才慢慢地迅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害怕的女人害怕极了 她不知道丈夫今天是怎么了 平时两人一周只是吵个七八天的假 没想到今天却准备家暴自己 说着说着 有点激动的女人就开始打起格来 女警说看来你们家的伙食挺不错的 女人却告诉她自己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开始头疼 就喝了一杯茶就开始打格了 另一边 被打破脑袋的丈夫声称是妻子出了问题 因为从未学过中文的妻子 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说起了普通话 上过学的女警瞬间想到了什么 她怀疑女人肯定是中风了 但是男人表示如果是中风的话 她不应该口齿不轻或瘫痪吗 女警告诉她那是男人的症状 但女人的症状有所不同 消防员赶紧让女人伸出粉嫩的大舌了 果然发现女人的舌头是歪的 经过判断 是血栓阻止了氧气运输到她的大脑 所以她的神经才会突然错乱 女警问为什么她会说中文 消防员告诉她大脑是个神奇的东西 有些东西还需要继续探索 消防员赶紧将女人送去了医院 紧接着又有一个案件发生了 女孩独自一人前往墓地祭拜父母 身后突然有什么东西慢慢地迅速站了起来 然而此时的女人却浑然不知 依旧和死去的父母聊着家常 只见人影迅速朝她走来 此时的女孩也发现了异常 然而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一双小小的大手直接搭在了她的肩膀上 吓得女孩立马在评论区狂发狗头保护 不到三个小时 救援队就赶到了现场 原来可怕的人影并不是丧尸之类的高级户 而是普通的挖木工人 她和同事在给别人挖坑的时候 突然就被吸进去了 就好像墓地在自己挖坑一样 莫非真的有什么什么在作怪吗 学过小学语文的消防员告诉她 由于地震改变了这个地方的地质结构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线坑 现在这整片区域就如同流沙 两个不小心就会掉下去 但是此时还有一个工人被埋在下面 队长不得不想办法进行营救 旁边的消防员立马有情提醒 这家伙已经吃了七八个小吃土了 估计现在早就已经凉透了 队长一听好像挺有道理 立马拿出热成像进行了一番扫描 结果发现里面的工人居然还有动静 救援队迅速开始行动 然而刚跑了一起 这时兰祥毕业的黑妹直接爬上了挖土机 紧接着就熟练地操作了起来 很快他们就把盖在棺材下面的工人给救了上来 就在大家收队回家准备看小五电影紧说的时候 看来没事千万别去打扰别人的休息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千万不要用手去修保龄球机器 因为那样太费手了 女人的胳膊瞬间被压在了机器里 疼得她立马小小地大喊了一声 然而保龄球馆实在是太吵了 压根就没有人听得到 直到这条中年女孩拿起一个沾满靴子的保龄球 那杀猪端的惨叫才想吹全场 很快救援队就赶到了现场 此时女人的手被死死地卡在了里面 她的脉搏微弱并且大量出血 必须赶紧送去医院 但是如果贸然拆开机器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加重她的伤情 因为机器一旦一开 女人肯定会大出血 而且她的骨折实在是太严重 到时候碎骨太多的话 根本就包不住 就在大家商量对策的时候 突然有人提到